雙腳水腫 尿液泡泡多 一名55歲男性就醫發現重度蛋白尿 腎功能不佳 確診狼瘡肾炎 尿出來就像卡普吉諾樣子 整層都是一堆細緻的泡泡 以為自己是健康寶寶 沒想到患有紅斑性狼瘡 他一開始覺得就不可自信 當然紅斑性狼瘡也會在像他這樣子 50歲以後的年齡 而且是男生發生 但是當然是比較少見 其實是一個自體免疫突然間發作 導致他去攻擊腎臟 腎臟出現狼瘡肾炎 腎炎的症狀出現 比如像水腫或是泡泡尿 把蛋白降低 甚至說有的高血壓 那發展到嚴重的 有的甚至說整個腎臟就壞掉了 需要到洗腎的地步 幸好及時發現治療 免除終身洗腎危機 所謂的蛋白尿的泡泡尿 它是很細緻的泡泡 像我們喝飲料那種淡蜜汁 或是像一層油這樣浮在液面上 那你靜置3到5分鐘之後 它還是不會消的 泡泡尿持久不散 就醫檢查才安心 大愛新聞黃子玲料學信 台中報導 主持人 感谢观看